从今年11月8日起访问美国的外国人需要出示FDA也只是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的核准疫苗完全接种证明 而航空公司也将会检查乘客疫苗证明上面所登记是否是合格疫苗 是否打完应打的剂量、接种的时间日期等等 所有到合乎规定之后才给他们上机 美国南北方边境的陆地入境管制将会比照相同的标准和做法 航空公司也将会持续要求旅客出示三日内的阴性病毒检测证明 只有PCR以及抗体检测两种病毒检测会被接受 目前美国疾病管制预防中心应可接受入境美国的新冠疫苗 包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和世界卫生组织批准紧急使用的疫苗 包括两种疫苗运打亦可以 最后一剂需要在两个星期前施打完毗